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每个星期都跟大家借分享一周收视 讲讲相关剧集和节目话题 之前负责做收视调查的公司 合约即将到期 未来这项工作将会委托德国分析公司负责 今天新闻有报道 2024至2030香港电视收视研究签约仪式 有报道相关细节 同过往一样 由香港三间免费电视台 包括TVB、ViuTV和开TV 联同广告业界组成的 香港电视收视研究创办委员会 委托德国分析公司进行调查 接替合约在明年6月底会戒满原有分析公司 这次参与统计的1000个住户 即有2700人 未来6年看电视时 收集资料的装置就会记录下 并且会凭声音分辨正在看哪个电视台的哪个节目 遥控更加有特别安排 住户是要按键 表示是哪位家庭成员在看 比过往收集更多更精准的资料 统计除了计算直播收体 亦会计算即日重播 和7日重温的收视数据 简单点 和过去是一样的 不计算手机和电脑的收体方式 据香港电视收视研究创办委员会主席 刘淑宜解释 虽然数码在现在的年代 消费程度很高 但他们同时都知道 电视的渗透率在香港是不低的 无论是广播商 即是电视台 整理观众收看哪些节目 从而作出节目的调整 而广告代理都需要一个媒介 有足够的数据 让他们理解不同观众 在不同平台的消费习惯 委员会指数据暂时只会提供给电视台 广告业界的 不会公开给公众 在今天的签约仪式 我们看到三间电视台的代表都有出席 即是再次说明电视收视机制 是得到三间电视台 包括TVB、ViuTV和开TV 所认同并落实参与 而不是坊间某些人所致 是由TVB独自偽造出来的 今次签约仪式 三间电视台都各派高层代表出席了 不会再有人说电视收视是由TVB自己做出来的吧? 飞天爷爷将电视剂图放在Facebook 有兴趣留底备用的朋友 欢迎随便下载 即是下次遇到这类留言时 贴这张照片给他算吧! 按照香港电视收视研究创办委员会主席所指 电视在香港仍然有很高的渗透率 电视收视报告能够为广播业界和广告代理提供精准数据参考 除了为了电视台提供资料 了解观众喜好之外 也为广告代理提供数据 简单说 哪个时段、哪个电视台收多少钱 都有数据参考和支持 收视高多人看的时段 广告收费自然比较贵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开价 所以电视是需要收视报告的 当然 做广告的也需要这些资料为客户制定一些宣传策略 现在只有TVB每周公布收视 而且只是报告自己的收视 长起点提提你 TVB公布的收视是根据分析公司 和Yubora收视资料数据计算出来 跨平台收视除了电视之外 也计算其他串流平台 坦白说 TVB之所以公布收视 除了用数据以正视听 香港没有人再看TVB之外 也证明TVB在时代的转变下 仍然有一定的收视保证 假如有一天真的香港没人看TVB 连飞天爺爺都很久没看TVB 相信TVB不会再公布一周收视 事实是 TVB的一些收视味如理想的节目 是不会在一周收视公布的 开TV也曾经有一个节目 跑赢了ViuTV 兴高采烈地公布收视 所以电视收视到现在 仍然有实际作用 到真的没有代表性 相信就不会有人付钱 再做收视调查 仍然肯出资参与的 已经是说明一切 其实 飞天爺爺是最希望 可以看到三间电视台 都公布各自的节目收视报告 这就证明市场接近评分抽息 在良性竞争下 大家都得益 无论如何 都希望所有人都正确看待电视收视 而不是一味说感觉 说感觉就没什么好说了 不过很遗憾的是 收视报告仍然有限度公开 只是提供给电视台 广告业界 想看全相 看来真的要找门路才行 很可惜 飞天爺爺就没有这些门路了 想知的话 或者要左问右问 都未必问到 我相信也会有人可以有 例如记者 记者有很多门路 又或者是做广告的朋友 总有一些东西可以漏出来 至于坊间 某一些讨论区 又或者微博上 都偶尔会有一周的收视报告 还会包括一些 TVB没有公开到的某些节目的收视 当中包括J2 可惜包括J2的节目 又不是太多 只有1、2个左右 而且因为这些报告来源 我又不太肯定在哪里来 如果是TVB官方公布的话 我就敢来和大家在节目分享 但因为这些我证实不了 到底是真还是假 在哪里来 所以 就不太敢和大家说了 希望TVB可以考虑一下 明天公布多一点 让大家知道 J2的收视 大家估计 仍然在单位数字 单位数字 都可以和单位数字 比较一下 旁边两个电视台 相信收视 仍然在单位数字 如果有双位数的话 怎么会不报呢 所以我觉得 J2都可以报一报收视 大家都高兴啦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另外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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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感情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然后按下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